同学们好 欢迎来到Python语言编程技术课程的最后一节课 也就是第九阶段 今天这节课呢 我们将给大家介绍 简单的介绍一下 如何使用Python进行网页的方面的开发 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 如何简单的建一个Helloware的网页 好 首先我们看一下这个大概的步骤 首先呢 我们建立一个简单的网页的时候 我们需要使用到一个网页相关的一个酷 它名字叫lpthw.web 因为这个酷对Python的版本支持要求2.7版本 所以之前我们所有课程安装的都是Python3.4 在这时候我们要下载并安装Python2.7版本 针对32位的安装包 安装完Python2.7版本之后 我们将会在local的文件 也就是在Windows界面下的C盘创建 看到有这个Python2.7的Folder 这个之下 我们就有这个Python可知性文件 它就是Python2.7版本下的Interpreter 然后为了安装 我们之前说的这个酷 我们还需要安装EasyInstaller 也就是我们在第一阶段内容中给大家介绍的 那么因为我们重新安装了Python2.7的Interpreter 所以我们要重新下载安装EasyInstaller 针对Python2.7版本 在安装完之后 我们将可以在这个路下找着EasyInstaller 然后使用如下命令来安装LPTHW.web这个酷 安装完这个酷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建我们的第一个App 方法如下 首先在我们的local folder 我们创建一个母文件夹 比如说我们叫GoToWeb 之下我们建一个叫Beam的文件夹 就比如说我们在这个目录下建一个GoToWeb 然后有一个Beam的文件夹 在Beam的文件夹之后呢 我们创建一个名为App.py的一个文件 也就是Python的一个Modular模块 然后打开这个模块呢 我们将写一些简单的code 关于Web方面的code 所以呢 我们刚才用的包安装之后 我们就可以import这样一个package 叫做Web 然后呢我们定义一个Ul 在这里我们要使用Web的一个方法 叫Application 创建一个新的App 定义一个类 叫Index 在这里呢我们就调用一个getter 也就是说我们创建一个字符串 叫hello word 然后来简单的返回这个字符串 于是呢我们执行这个app.run 也就在网页中的目的就是显示出来这个hello word 这个字符串 好下面 我们在创建完这个文件之后 我们在Windows的命令行来执行以下命令 首先我们将通过CD把目录转移到我们刚才创建这个app.py的文件夹之下 然后呢我们就可以运行这个app.py的程序 在这里我们要需要Python2.7的interpreter 所以我们要指明Python2.7的interpreter 位置是在C盘的Python2.7之下 好 我们现在尝试一下在浏览器之中 打开Windows命令行 然后呢我们需要CD到我们目前这个 建立app.py的这个目录下 那么为了简单期间我可以使用这个notepad++里面的一个功能 直接打开到这个目录下 好 到这个目录下之后呢 我就需要找着Python2.7的interpreter 通常它是在C盘之下 Python2.7 这个文件下加下的这个可知性文件Python 我们不用这个后缀名一点exe 然后呢我们直接来用Python运行我们刚才创建的这个代码 模块文件叫做app.py 大家看到这时呢 Windows的命令行给我们返回的这个UIL是一个localhost 也就是我主机上host的一个地址 它是0000.8080 在这个显示正确消息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通过浏览器 来打开这个localhost 8080 这样我们看到我们刚才创建的第一个简单的网页 上面显示有Hello World的文件 就被浏览器打开了 好 今天这节课就是我们最后一节课 我们通过五个多小时的课程呢 给大家介绍了基本Python的用法和语法 还有一些例子 给大家介绍了Python 一些基本方面的知识 但是希望同学们 有兴趣的同学 以后可以继续对Python的语言进行深入的学习 好 感谢大家 听完Python的所有课程 感谢大家